大家好,我是艾叔,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一集艾叔做了上海谢克黄 不知道你学会了吗? 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今天艾叔要做非常好吃的豆酥糖和麻酥糖 入口酥松,易融化,唇齿流香,回味绵长 非常适合冬天制作 快跟着艾叔一起试试吧 在开始制作之前 先说一下需要用到的食材和工器具 主要原料需要用到低筋面粉 炒熟后作为基底粉与芝麻粉或黄豆粉混合 酥糖中间白色部分会用到粘米粉 如果你买不到粘米粉 可以用炒熟的低筋面粉等量代替 建议你自己来炒制黑芝麻,打磨成芝麻粉 而黄豆粉建议你购买市售的熟黄豆粉 还需要准备白砂糖、糖粉和猪油 以上所有材料都是用来制作混合粉 接下来要重点说一下麦芽糖 中国大陆地区的观众请购买绿色打勾的这两款麦芽糖 可以直接按食谱比例制作,无需熬制 而左边第一款平身标注浓度87%的麦芽糖 过于浓稠,非常坚硬,不适合直接制作酥糖 最右边这款包装类型的麦芽糖 品牌众多,基本上都比较稀薄 同样不适合直接制作酥糖 所以对于海外的观众来说 最可靠的办法是把麦芽糖熬煮到115摄氏度 来达到适合制作酥糖的浓稠度 而是否需要加水熬制,待会儿影片中会教你判断方法 工具方面,你需要准备一根30厘米左右的擀面杖 一个边长28厘米的正方形烤盘 一块刮板,两把直尺,一把奋力的出刀 好,我们开始做起来 先把深的黑芝麻用净水淘洗一下 倒入筛网中,沥掉水分 这个时候把低筋面粉倒入炒锅中 开内外圈中偏小火慢炒 当温度达到70摄氏度 面粉已熟化 但还没有炒出小麦粉的香味和浅黄色 我们还要继续翻炒 直到140到150摄氏度停止 这是炒之前后的颜色对比 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如果你没有温度计 可以根据这个对比效果来视觉判断 立即倒入大一点的烤盘中冷却降温 冷却后过筛 把结块的颗粒用手碾碎 再来炒熟粘米粉 粘米粉的颜色要比低筋面粉更白 只要把粘米粉炒热到70到80摄氏度即可 没有温度计没有关系 粘米粉本来就是熟制的 炒到烫手就可以了 拨开散热 冷却后过筛待用 接着把洗好的黑芝麻倒入锅中炒熟 这里需要提醒一下 黑芝麻很容易炒过 味道会发苦 如果你从来没有炒过黑芝麻 最好准备温度计 温度达到140到150摄氏度即可离火 立即散热冷却 如果手头上没有温度计 那么你需要注意听声响 当黑芝麻开始有断断续续的爆裂声 代表黑芝麻已炒熟 使用高速破壁机研磨杯 倒入炒熟冷却后的黑芝麻 倒入砂糖 先粗略研磨成粗粉 避免黑芝麻出油 不能研磨成高泥状 可以加入一些炒熟的低筋面粉 来吸收黑芝麻的油脂 继续研磨细腻 感谢观看 倒入出孔筛网中过筛 这样我们就做好了混合粉A 接着来制作混合粉B 把炒熟的低筋面粉 糖粉 黄豆粉过筛 D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顺磨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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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